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召开前夕,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在接受中兴社记者专访时说, 今日之世界,只有中国有意愿,有能力提出一带一路这样的倡议。 2013年,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,谈及一带一路建设五年多来的进展。 郑永年表示,一带一路建设无疑为世界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,也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。 中国提出这一倡议,本身方向就是对的。 当然一带一路现在已经六年了,当然很多欧洲国家,包括亚洲国家, 也有些国家对一带一路的态度也是变化的,起起伏伏。 那么我觉得意大利这次的很积极的加入,因为他认为这个一带一路是有利于意大利的它的国家的发展,不合它的国家利益的。 截止目前,中国已于15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,就一带一路建设签署了170多份合作文件。 一带一路倡议在受到全球高度关注的同时,也有质疑之声。 郑永年认为,不管西方如何批评抹黑,相信一带一路都会照常进行。 郑永年表示,对于西方的批评,中国应该持开放自信的大国心态, 扎扎实实地做好自己的事情。 因为我们官方的电影就是一个initiative,就是一个倡议,是个平台。 所以倡议是中国的,但是这是一个大家的平台。 所以我是觉得意大利,它的这次积极的态度是一个指标性的。 我想越来越多国家会认同,越来越多国家会支持。 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,一些经济冲突日益显性化。 郑永年认为,从全球战略层面看,大国之间出现竞争不可避免, 对于经济竞争也无需过分担心。 经济竞争没问题啊,欧盟跟美国也竞争啊,对吧? 美国跟德国竞争啊,美国跟日本竞争啊,跟中国当然竞争了。 所以我是觉得,就是放开态度,由来竞争了才能合作。 近期以来,中国开放举措秘籍出台,包括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备受关注的外商投资法等。 郑永年认为,这一切表明自十八大以后,中国开放政策的4.0版本开始形成。 最重要的特征,就是说双向的。 如果说一带一路光是走出去,那我就说不行。 一带一路好多人理解好像只是我们走出去。 我说一带一路也是人家走进来的道,是双向道,不是呆向道。 光是走出去,而没有进来的话,那我们自己的发展怎么办? 对吧?所以这个双向的。 是吧? 而言之说,更重要的是,是制度性的。